今天在厕所追剧的时候 突然收到二姐发来的信息 身为她的亲妹妹 我自然不能有所保留 边提裤子 边跟她分享起我的摸一小技巧 你起一盒水 多上厕所 一天不就过去了吗 我本想说点什么缓解尴尬 开口却成了 你这么忙还亲自上厕所呀 完了 因为这件事 我一整天都十分忐忑 加班时 就跟二姐倾诉起了 今天的作死行为 但看了眼旁边的同事 我决定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你们老板这么小的人 可以跟自己有意见了 话还没说完 休息区的灯突然亮了 我一扭头 我顿时感觉自己的饭碗不薄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老板生意子起人离开 我赶紧追上去 抓住老板的衣服 一使劲 扯 要哭你还是把我扇了 你明天不用再上班了 谁能救救我呀 你听不懂了吗 我看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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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